大家好,创业15年,被称为苹果背后的女人,领益制造董事长曾方琴给出了一个答案 不局限于消费电子,依托在精密功能器件领域研发与制造的深厚基电,持续拓展产业链边界 近年以来,领益制造动作频频,先是向H股发起冲刺 随后通过收购拥有特斯拉、宁德时代 一维里能为主要客户的浙江锦泰电子切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但在行情涨跌中,领益制造往往显得不露声色 他对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的进展,对消费电子向新能源汽车赛道的切换 以及近期大热的元宇宙概念等话题,都有着敏锐的观察和思考 针对收购浙江锦泰切入新能源汽车赛道 曾方琴认为,这可能是领益制造比较好的收购案例之一 这个并购其实也是领益制造在纠错 以前领益制造更多的聚焦在消费电子行业 对汽车的布局其实相对晚了一些 所以采取并购的方式快速切入 第一,领益具备强大的模具制造能力、生产制造能力 自动化能力和生产管理的经验 需要思考的是,在这样一个新的行业,有没有渠道 第二,汽车行业和消费电子不一样 它对安全性、稳定性、可持续供货等能力的要求会更高 供应链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领益制造认为,新能源汽车是介于消费电子和传统汽车之间的 它的供应链相对来讲比较开放 这对领益制造是一个机会 所以并购了浙江锦泰 浙江锦泰的规模虽然不大 但它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头部大企业的供应商 在动力电池方面的客户已经有所开发 只是因为企业自身规模不够 而与大客户在交付的时候有一定困难 这时候领益制造并购进入的时机正好 领益制造用了小半年的时间整合渠道 实现了较好的供货 现在领益制造希望能成为主要客户的战略供应商 我相信到2022年 这一块的业务会是几何倍数的增长 之后 除了新能源汽车结构件外 包括上盖、材料、散热解决方案、三电系统等 领益都会有更多的支持和发展 对于消费电子、新能源汽车以及其他赛道布局 公司的整体规划是怎样的 曾方勤表示 领益制造希望在未来的3到4年 新能源汽车业务和AR、VR业务等 可以占到大概一半的业务 这意味着领益制造要在原本的生意版图上继续保持并有所精进 同时进军新的行业 领益制造注意到很多消费电子公司转向新能源汽车 这是否意味着消费电子行业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平台期 曾方勤表示 一是消费电子市场仍然稳中有增长 二是国内产能的确存在过度扩充 所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行业内卷 竞争特别激烈 一些消费电子的优秀产能 特别是国际化大客户所培养起来的好的团队 像新能源汽车这一块发展 在工艺制造、加工等角度 的确可以理解为某种程度的降维打击 今年以来 缺心潮受到业内较多关注 易制造的确受到了影响 比如 有一些产品领益制造已经布了多条生产线 布了产能 但由于芯片及其他原材料的紧缺 首先东西买不到 其次就是涨价 极大影响了领益制造生产制造的成本 第二 绝大多数客户又不同意让你涨价 这就进一步挤压领益制造的利润空间 加上疫情有很多的工厂关闭 你要支付的不只是员工的工资 还要加强一些人文的关怀 增加一些必须的医疗设置 医疗支持 这些都是企业增加的成本 第三 员工轮休以及其他成本的增加 比如疫情之前员工可以坐在一起吃饭 现在要隔一个位置 那么饭糖的面积要增加 还有出差隔离的费用 每个工厂多了30%的宿舍区域进行隔离等 针对上述情况 领益制造现在有了经验 领益制造会慢慢学习做得更好 对于近一年市场对消费电子公司存在被提出供应链风险的顾虑 曾方琴认为 第一 大客户对自己的供应商有很高要求 正因为他要求高 所以成为供应商本身就证明了公司的价值 这个必须要承认 第二 其实还是看企业本身 被提出供应链的公司通常是自己有大的决策失误或者管理失误 可能还与价值观等方面有关系 如果公司自己做不好 那么未来会有很多链上的公司被出局 第三 通常能够被纳入国际大客户产业链的企业 本身相对比较稳定 盈利能力比较高 产品规模会比较大 所以对供应商来说不断的改进改良技术提高良率效率 可以降低生产制造成本利润也相对比较高 这样资本市场也会给这些企业比较高的评价 但是也存在一些过热或者泡沫 那么适当降温也挺好 总体来讲 我是积极地看待的 至于说转向新能源汽车或其他行业 我觉得非常正常 不转的话可能真是企业策略出问题了 说到VR、AR业务 就不得不提元宇宙概念 目前市场上对此有争议 曾方琴表示 就个人来讲 我要求我的企业随时能够接纳技术的创新 思维的创新 我允许他们去做这样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领异制造对元宇宙是充满期待的 第二 领异制造是在96年开始用BBS的 当时领异制造就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接受的 领异制造并不知道后来的email 互联网会出现 当你去吸收、接纳和拥抱的时候 它真的可以改变世界 我认为元宇宙也是可以的 第三 随着大家不断地开放和尝试 未来的元宇宙会像新的互联网一样极大的改变人类的生活品质、交流方式、思想开拓方式 最后 曾方琴总结到 某种程度来讲 成为上市公司以后就像是穿上了红武鞋 是永远脱不下来的红武鞋 你必须要高速成长、稳定增长 同时必须要让自己有高质量发展 所以 上市对企业的组织、企业本身、领导者本身 都有挺高要求 否则在资本市场就不能够保持长青 进入H股 就意味正面面对国际市场 我知道会面临更多的考验 但我要加强公司治理结构 加强诚信务实、体系化的管理 把收集的数据用于管理 让领益制造更加真实 这个过程可能会痛苦 甚至会让领益制造在某一段时间的净利润 绝对值减少 但如果是符合长期发展概念的 能促使领益制造提升管理能力的 何乐而不为呢 领益制造曾经很纠结 甚至有一些市场人士觉得你们在A股就很好了 但领益制造一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做全球前三的精密制造厂商 要做全球玩家 这就不能少了全球 而H股是领益制造 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步 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 这一次领益制造 完成了思想的轮回和哲学的思考 想明白了之后去做就相对容易了 就算是 就算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